《說製妝》 保暖內衣主要分為人造纖維 或是天然纖維 原理是因為穿在 最近皮膚那一層 可以將人體散發出來的熱力保存 可以達到一種 自保暖的效果 保暖內衣有很多不同的成分 譬如有人造纖維 大家經常買的類似Heat Tech的物料 也有一些是傳統的羊毛 或者是棉質 其實都可以的 不過哪個究竟保暖一點呢 其中一個就是那些纖維 裡面它像Heat Thermal Connectivity 如果那隻纖維 它能夠可以 所以熱力散失可以保存得更好 它的系數是 譬如說Fermal Connectivity 如果它是高的話 即我們的熱力是容易傳到別處 如果數字是低 基本上它不會散走 這些保暖內衣 你看它的纖維標籤 你大概可以猜到 保暖內衣的高難一點 譬如這件是用了 有Rayon Acrylic Polyester 和Standex 其實這個纖維 是有些原因它這樣去減算的 譬如 Acrylic 其實就等於人造羊毛 它有一種保暖的功能 Polyester 即是一般的纖維 即是人造纖維 它都是內用程度比較高的 那為什麼要加入一個叫Rayon 其實Rayon 是一些比較吸濕的纖維 它會出汗的 它可以做到一個吸濕的功能 不會單單用Polyester 或者它不太吸濕的 天然纖維也有很多是很保暖的 例如我們最常用的就是羊毛 可能大家都以為羊毛都是垃圾 很少會做內衣 其實都不是的 因為在羊毛裡面 它有一個好處 除了它是有淋片狀 其實它很容易吸收到空氣 保暖 還有一件事 其實它的吸濕能力很好 用羊毛做內衣 它都可以做到 剛才說的保暖功能 你會看到 市面上的羊毛內衣 很多 例如這個牌子 它是100%的羊毛 它都可以做到內衣的質地 它是設計的 羊毛雖然它沒有彈性纖維的彈 但它都有一個天然的彈力 和會彈力 再加上如果在組織上面 譬如它織的時候 有一點點洞 其實它都可以做一個透氣度高的效果 所以大家不一定只買人造纖維的 有些羊毛的內衣都可以 當然要看看自己 喜不喜歡那個手感 或者會不會覺得它特別舒服 這個也是比較有一點過癮的 它始終是穿在最裡面那一層 如果它是很鬆身的話 就不能夠保存了自己身體散發出來的彈力 不一定要試合尺寸 例如你真的穿小馬就穿小馬 不要想著 不如鬆身一點舒服一點 穿中馬 有機會保暖效果不是很美的 也不要買過小 太緊的保暖內衣 你會覺得不舒服 可能也會影響你自己動動 不需要過小或過大 合適就最好了 因為始終你穿在裡面 都要配襯衣 那就要留意一下領 例如你可能會戴項巾 你又見衣服也必要很高領 保暖內衣最好就不會凹出來 所以你看到現在的保暖內衣 領都會比較低一點 因為預了你穿衣服的時候 就不會凹出來 另外你會發現 手袖位也會偏瘦細一點 讓空氣不要浮入手袖位 通常在香港因為沒有暖氣 所以通常穿保暖的方法 都是會用類似洋蔥式的穿法 最裡面有一層是保暖內衣 舒適的貼身貼皮膚 但單單穿保暖內衣其實不夠暖 我通常會加一些羊毛衣服 外面再加一件擋風的外套 一出街 不是辦公室 那時候風吹過來 都不會覺得好冷 皮膚比較敏感 容易乾燥一點 如果你選擇的纖維成份 人造纖維特別多 吸濕效果未必好理想 會令到你覺得很癢 如果真的有這樣的情況 你可能會選擇多一點 有天然纖維多一點的 成份的保暖內衣 有些牌子可能會加一些順綿 即是棉質的東西 都可能會令到這個效果好一點 洗水標籤會畫得很清楚 如何去處理你的衣服 不要以為羊毛一定要手洗 其實羊毛也可以洗 只要用低溫 即是40度的水洗 就可以了 不要沸騰 即是不要放在乾衣機 因為一定會縮水 不可以的 不可以用高溫湯 而且通常這些保暖內衣 都不可以漂白 不可以做這些處理 穩陣起見 看看洗水標籤 如果你想想 這些是針織的衣服 如果你混合牛仔褲 比較粗壯的衣服 有機會會破壞它 所以你可以選擇 這些比較 用溫和的洗衣程序 通常洗衣機 有一個叫污的program 其實它會不太厚 都會比較溫和 那些都比較適合 洗這些類型的保暖內衣